各位朋友,这段影片给英文程度好的朋友 你要考托福或考雅师的朋友来参考 你呢,如果程度比较好 你看的句子一定就比较长 这些长的句子我们就常常会遇到一个痛苦 就是尽管字你都看懂了 可是为什么句子还是看不懂 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你心中的痛 我们就以这个影片上面的文字做例子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暂停一下 然后试着去看每一个字 即使这个字你看不懂,都查字典都可以 可是查完字典之后你会发觉这个句子 你还是不是很清楚的能够看得懂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就会去看中文的翻译 可是这样子并不是你真正的看得懂 英文是单字加上文法变成了这样子的句子 单字固然重要,文法更是它的精髓 你要了解这些字是怎么结合的 什么字先看,什么字后看 这个文法你要懂了才能够看得懂句子 而六个符号就是用六个非常简单的符号 帮助大家把英文的文法整个给贯通 我们就以这个句子来做细部的分析 来看看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 看英文句子的时候并不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这样子看 这样子看保证各位会看得莫名其妙 英文要先懂得先找前三加后四的观念 所谓前三就是英文的这黑色的地方是主体 主词、动词跟接受动作的字 其他红颜色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后面的东西 有四个类型 好,那现在我们先看这个句子 先抓前三 一、二、三 主词叫做important criteria 重要的这些标准 动词在这里叫做date 各位,看完主词、看动词 先不要理这中间的东西 千万不要只一头就塞进去了 塞进去你就会乱掉了 重要的这些标准呢 date是开始于什么时候呢 to a landmark case 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例 这个短文是讲的是一个法律的故事 我们再看这三个字 重要的这些这个标准呢 是开始于什么时候呢 在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 现在回头再看这个词的后面的东西 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些标准呢 我们看到后面叫形容词字句 改成了分词构句 后面翻译前面 这里少了两个字 which are 被用来 被用来 which are删掉之后 这里留下过去分词 被用来 in course today 在今天的法庭上 to judge 去判断 判断什么事情呢 后面带出来一个名词字句 表示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whether是否呢 a defendant is same or not 一个被告的这个人呢 是不是呢 same same就是头脑是正常的 是他的神志是正常的 还是不是 来判断这个事情 在今天的法律的法庭里面 所用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标准呢 都是开始在过去的一个 很显著的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什么案子呢 各位看到后面 又一个形容词字句 来形容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怎么样子呢 was tried 是被这个执行的 在什么地方执行了呢 in an English court 在一个英国的法庭上面 in 1843 在1843年 在很久以前 这个案例所用的这些标准 到现在仍然在使用 各位这样子看 是不是就会非常清楚了呢 一小节一小节 一看就懂 一懂呢 甚至就能够牢牢的记得住 我们再很简单的看一下 important criteria 重要的这些标准 什么标准呢 used 被使用的 在什么地方被使用的呢 in courts today 在今天的法庭上所使用的 to judge 用来判断 这个 whether a defendant is sin or not 一个被告 是否甚至是清楚的 这样子的 这个重要的标准呢 是开始于 date to a landmark case 一个很显著的 很有名的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 that was tried 它是执行在什么地方呢 in an English court 在一个英国的法庭里面 in 1843 在1843年的这个案子 所以各位朋友 六个符号英文法 真的会帮助大家很多 因为把英文分成一小节 一小节 你就能够很快地 把英文真正地看懂 尤其是看到复杂的长句子 所以大家会绝对有帮助的 有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来学习寒寿课程 加上网络会员专区去练习 希望这样子的六个符号 能够帮助辛辛苦苦学英文的朋友 能够把英文给学好